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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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我们还不能公开发表 所以说我今天来谈一谈 我在这个五十年以前 前后参加的两个 在中国成都的地下文学组织 文革前后 我在成都先后参与了 两个地下文学去诺的活动 一个是从1961年初 聚规模到7年正式打成反革命组织 迄今波澜 终于烟消云散的 当时叫做新式聚餐会 就是每个礼拜的星期四 在一起聚餐 但是呢 它又有一个现称叫做 红色逍遥兵 行临八路部队 这个红色逍遥兵就是 主要是指什么呢 因为当时就是 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必须要参加军众组织 那么你自称逍遥 你不仅前面不加一个红色 你就是反革命 这个因为我们这一批 这个都是 这一批人它主要是由一批 文革以前毕业的大学生组成的 他们都分别工作在不同的工厂 或者是器官单位 有的还在外地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把它 很细悦地把它称为 麒麟八路 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 另一个就在另一个地方 就是麒麟八路的 就是这个意思了 另一个就是从1963年开始 寄居棉椰至今的成都野草 文学群诺 为什么叫它群诺呢 因为这些人 他这个文学组织 没有一定的组织的形式 没有文学纲理 更没有带到人 就是他跟这个欧洲上游社会 清谈的文艺沙龙也不算 因为他们只是当时 在那种文革中的 凉苦的现实中的一群 底层的形影者 他们在这个饭馆 或者是茶坡中 交流他们的作品 切除由于自身苦难 和读书产生的权力意识 在那个时候 不仅处于这个 主流文化外的地下状态 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人告密 就是抓进监狱 红色逍遥兵 其林巴罗部队的特征呢 是在一个不革命 就是反革命的年代 勇于逍遥 我们所谓的逍遥 表面上是指这个文化人的 逃离野蛮 对不对 党隐于事 以及对艺术的唯美的追求 但是他的贺心 是一种权力意识 就是对人性 对人权 以及人的真言的追求 逍遥 它主要出之于 这个庄子的逍遥 有道家思想的运意 主要就是这一批人 都是追寻着 精神的他乡 都生活在 当时的远离中心的别处 渴望一种自主自在的 精神秤次的一种境界 而成都野草文学群诺 则是在反抗 空山之间增长 为什么叫做反抗 空山之间挣扎呢 因为这一批人 他们都是一批 实学青年 或者是这个 待业青年所谓的 这一批人呢 由于大部分都是由于 所谓的家庭出生不好 不能继续再升学 所以说他们的 总的来说 从文化程度来说 受教育的程度来说 比上一批那批大学平均生 程度就要潜一些 主要靠自学 因为自学了 而且没有职业 所以说他们自己 就是在自己 自学文学的情况下 提出了 他们在1973年就编了一本 空山四学 1973年 而且这批人从63年开始在聚集 主要是聚集在成都 紧张远安 这批人大概20多人 直到现在还在出版看 他们在成都跟这个 网易啊 余杰他们都是很熟 包括晚云飞 亚成云飞 这个 你像谭主人 这个后来这个 改革之后也加入了 野草群 这批人他们 这个空山的情节 我待会儿来介绍 他们呢 主要提出就是 一种不穷 不饶的野心 那么就是权力意识 但是实际上 那么这中间呢 后来 野草改成了私有杂志 主要就是 比较的看重 私有之间的友谊 所以说到了最后 改革之后 有的少量的人 加入官方的左写 左写之后 但他们友谊 还是靠这种 餐具和茶具的形式来 还是做一个纽带 把它保证下 大概是在200 最后93期的时候 被成都警方宣布为 贩毒刊物不准再办 但现在他们就是 允许他们 美洲的茶具 官方还是不管 只要你稍微有一点 带有意识形态的东西 因为93期当时他们 出版了一本 就叫做讨论 张献宗的问题的一本 就是三看 七看物 中间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关于大屠杀 对不对 这个就 引起了当局认为 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社会 所以说就马上把他们 这个插进了 插进了 中国当局它现在就是 跟过去不一样 你像在文化大革命中 你稍微写写写错 一首诗 那么喊错译 一个口号 也可能相逼 对不对 现在呢 它就是什么呢 政治问题 就给你经济处理 它就把你的 不是宣布你的 刊物作废 或者是 它就叫做什么呢 把你的主要的 出版刊物的 经济来源给你切断 比如说把你家里的 主要的 挣钱的人 给你搞一个经济罪名 就是要叫做政治问题 经济处理 给你判刑 判刑之后 开除工资 没有工资 这样你的刊物 肯定就搞不下去了 这个空呢 空山它主要是 这个辅教对世界的基本认识 是辅学的这个核心 而空山这个思学概念 源于辅教 但是并不止 山中的一切皆空 对不对 空是一种心理体验 就是说星空 但是在野草这个思考中呢 由于这些都是 底层的行因子 它不是完全针对中心的权利 大家聚集的地点呢 都是在查布里面 所以说它这个 恰好 空山就象征性的称 就查布就象征性的称 为空山的聚集地 那么野草也在 查布中交流文学 交流他们的权利意识 那么就 在查布中获得了 这个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的地下文学是一条长河 从六到今天 从成都到 两个地下文学群络的历程 我们可以看出 地下文学的历史 真实性和美学的有效性 作为作家 不能够重看 看重名利 而指何在当下 翻开中外的文学史 不少传世的不秀作品 在作家生前 都未曾发表过 他们当初 为什么写作 文学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看 只是过人 通过美的表现 而自我救赎的过程 中国的地下文学 需要发作和整理 研究 核化时代 继续发现 一件天日 死去的 如北大的才女 林昭 曾经创办新河杂志 1968年 刑毙后 林昭的档案 包括在狱中 写的大量学书 诗歌等 80年代 曾经一度开放 但不久之后 又被封城 2005年 赌一笔会 特设林昭纪念奖 年年纪念 这位思想先驱 和自由斗士 像林昭一样的 核化时还有很多 像娱乐客 冯元成等 今天还悄无声息 躺在了档案馆里 目前大陆言说 控制屏蔽 郁佳 年科 许多作家的作品 都不能公开出版 但他们面对 历史的自本 还在继续 这种所谓 还将在地下 运行的等待的状态 已经太久 使我担心时间久了 这些写作者 都会像刘晓波一样 被谋杀成化石 而化石 也会风化 因此 我赋予 必须 急需罚估 和抢救 这些写作者的作品 在国际上 翻译成多种文字 公开出版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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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